现在有加拿大人、法国人、巴西人聚在一起 想要聊聊他们家的宠物猫 但是要每个国家的人表示猫的语言不一样 那要怎样才可以让每个国家的人都知道 你是在表达猫这个名词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统一的语言或符号 让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在表达什么 早期科学家为了方便表达并会设计一些符号 像是道尔顿设计的元素符号 但是随着所知的元素越来越多 道尔顿的设计就不适用了 因此瑞典的科学家贝吉里斯设计了一套 我们现在所用的元素符号 大致上的规则有以下几种 第一,取各元素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 而且需要大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你爸爸叫陈大华 别人可能就会叫他老陈 你们家隔壁邻居有个叫王大名 你们可能就会称呼他为隔壁老王 元素符号也是一样的意思 碳、淡、氢的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 分别是C、N、H 所以用C来当碳的符号 N来当淡的符号 以此类推 H就是氢的元素符号 了解第一种情况 现在换我考考你 如果有两个元素的第一个字母都相同 那该怎么办呢? 是的,其中一个元素用英文名字内的两个字母来命名 碳和钙和氯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 但是碳比较先发现 所以先用C来表示 氢和钙比较晚被发现 就再找多一个字母来为它们命名 第三种 有少数元素不是用英文 而是用拉丁文来表示 金这个元素就是这样哦 虽然英文名字是Gold 但是不是用G来表示金的符号 而是用它的拉丁文名称 取前两个字母AU来表示 谈完了元素符号之后 接下来谈谈元素中的中文命名方式吧 从1850年代开始 西方化学传入中国后 中国科学家开始对元素命名 但跟西方的发展一样 一开始有好几套不同的元素中文名称 人们对于元素名称之间的沟通实在很有障碍 所以在辛亥革命后 中国开始着手统一元素的名称 历经了大约100年的时间 元素的中文名称已经完全一致了 接下来来介绍元素中文的大致命名规则吧 在这里要先提醒 命名的方式都是以元素的标准状态 和用一个汉字来命名 我们都知道物质有三态 分别为固态、液态、气态 元素也是如此哦 所以我们又会将固态元素分为金属和非金属 若是金属元素 会用金字旁来为元素命名 例如,铁、乌 如果是非金属元素 则会用石字旁 例如,碳、硅 对于液态的元素来说 就用水字旁来表示 最后,对于气态的元素 当然就是气字旁咯 元素除了依照状态来当作命名规则之外 还有其他的有趣由来 例如那读作那的原因 是因为英文名称的第一个音节 音译为那 点则是因为英文名称的最后一个音节 读音相点 有部分的元素会依照音译的方式来命名 另外也会有一些元素的特性 来作为命名的方式 像是氢之所以为氢 就是因为它很氢 氢是重量最氢的气体 那现在请你想想 氯为什么叫做氯呢? 是的,因为气体颜色是黄绿色的 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 元素符号的命名方式 取各元素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作为符号 如果有两元素的第一个字母相同 另一个元素需再取英文名称的另外一个字母 共两个字母作为符号 少部分的元素符号 会使用拉丁名称内的字母作为命名 元素中文名称的命名方式 固态金属金字旁 固态非金属石字旁 液态水字旁 还有其他使用音译或异议的方式 最后一起来思考个小问题 如果元素符号中的两个字母皆为大写 会造成什么问题呢?